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克强顶不住的是自己被边缘化的事实 反观或习近平重用的九人国师级名单中 位居榜首的竟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我认为中国要实现五年三处很高的政党 打赏是把他提出的两个班军官的目标 他是林义夫台湾出生 1979年以军官身份从金门游到厦门叛逃中国 之后受到重用 不但当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更成了党的御用学者 台湾跟大陆经济的这种经济部的融合 就保守满满 曾在两会上刻意用台语 要台湾抛掉政治干扰 如今荣登习近平经济智囊团中第一人 不难秀出统战企图 另一位替习近平出谋献策的郑永年 则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任教 曾公开批评反送中更力挺港版国安法 习近平合体新九人团队 未来的中国内政 似乎已无李克强能插手的空间 下来新闻问吧